其实我老爸给我的东西 对我小时候来说 我是最深的伤害 我老爸是站在我这边的 保护我的 小时候看到一些 不感受我那个人所看到的 不得不看到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是觉得自己 很压抑 非常压抑 我甚至到后来会想 为什么人要来到这个市场 就是 可能在 我个人眼里会觉得 他可能 挺不容易的 其实他可以翻过来 也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这些东西不是 决定生活质量的根本 我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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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地方 很少能看到 男人和小孩子 一家三口全在厨房 一个家庭 太温暖了 放纵我很小的时候 我会很渴望 那个这样的家庭 可是我很小的时候 这个地方 想要看到的方便 这个男后面 我在想 这些人体 不应该是我这个年纪 年纪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需要接触到的 就是 不过是父母的意义 这个 还有很多事情 是我不能讲的 我不想伤害到 这个股市里的人物 要保护他们 我爸爸 那个时候 刚刚还在 创业阶段 然后 他一忙起来 就很少在家 请 有人过来 招呼 我就会很排斥 你来一个 我就会很赶赶赶紧走 厂班之后 所有的东西都 很 吸引人的介绍了 对 这是 任何的生活都介绍了 看到 就很想到 这是我很喜欢这样的家庭 可能也许过 小时候 像我们的 也是可能 未来想要去这样做的 做成像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感觉 有一个小宝宝 有一个 很相爱的 一个老婆 然后 然后养一条狗 甚至想要很多很多的动物 前提是 我会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人所定义的一种 距离界限 很多的界限 是认为的 原来 我幻想的 就像二次元一样的一个画面 能够出现在 我现实生活中 原来 真情 它是 一直都存在的 也是存在于 每个人的 一世里面 这是一件 非常美好的事情